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给个人雇员申请工作签证 申请职业移民类别的绿卡 包括PORM绿卡 EB1B这样的绿卡 那么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的爱485在提交或者换工作的时候 需要一个J表 是吧 我们另外一个视频讲到过 J表呢也需要公司签字 也需要公司提供财务方面的信息 那么目前呢 因为有排期的问题 所以呢 从你提交I140到提交I485可能要好长时间 那么这个J表呢 会在你开始移民以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还需要 从这个角度来说 财务证明这方面的文件 会伴随申请人的申请过程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需要讲到的这个表格嘛 那么工作签证 一般是I129表 移民 职业移民的申请 一般是I140表 还有呢 就是I485的Supplemental J表 很多时候遇到的客户提交申请的公司 是中小型规模的 这一点呢 可以看到美国移民有这个灵活性的优点 不是说一切都由政府啊 或者大公司垒断 你有一个中小规模 比如说几个人的公司 同样你可以为雇员来提交 工作签证和移民的申请 但另一方面呢 移民局需要知道 提交申请的雇主 公司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付这个受益人的工资 怎么来证明呢 有的时候申请人个人资质没有问题 但是来自公司的材料出了问题 所以呢 需要认真准备 就像留学需要资金一样 大家知道对H1B啊 PORM等等 你有一个工资水平的要求 不能说因为我过了移民 就给很少的工资政府规定 Prevading wage这个标准 需要什么材料呢 相关的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是在8CFR204.5里头规定 然后呢 移民局依据这个法规 又出台了详细的具体的执行操作的规程措施 需要呢 申请人具体要证明的标的 这个目的是说呢 从Priority Date 这个优先日期确立开始 一直到受益人拿到绿卡为止 那这一段时间里面 公司呢 都要证明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付这个受益人 个人雇员的工资 可以接受的文件包括呢 公司的税表 这个税表呢 不能说只交一页两页 理论上说 你所有的schedule 税表里所有的内容都要提及了 那么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有一些公司出于各种考虑 他不愿意公布这个税表的信息 但是呢 这你不是说要向全社会公开的公布 交到移民局 移民局也会为你保密 公司呢 也可以把这个材料直接交给律师 不用交给雇员受益人 可以起到保密的效果 如果你不交这个税表 还可以交什么呢 可以交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 Copy of annual reports 有一定的格式要求 不能说写的很简单 需要符合财务的 围章的要求 或者呢 可以提交这个审计报告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udited呢 所以叫第三方 比如说大家知道会计师事务所呀 等等 审计以后提供 那么有的时候呢 需要过去好几年的 要来证明公司有这个连续性 不能说我这一年做生意 有收入 有盈利 下一年就不做了 上一年也没有了 要有一定的持续性 需要好几年的 所以呢 前面说到的这几项 其中任何一项就可以 有的公司如果没有 或者不愿意提供呢 那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对于规模大一点的公司 比如说超过100人 这样的公司就比较简单 由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写一封信 证明我们公司有这个能力 那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有一个实际例子 我们有一位呢 这个申请人 当时呢 这个公司正好有100人左右 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后来移民局怀疑说啊 你这个看起来到底有没有100人啊 因为各种原因 把这个申请拒掉 后来我们又提交了Motion 证明公司曾经有一些人事变动 但是呢 现在正好人在100出头 后来呢Motion得到了批准 那么申请人当时呢 他这个艾斯85提交了呢 也很快得到了批准 所以呢 从某一方面来说 应该是塞翁失马 因祸得福 所以遇到这种各种情况 我也可以冷静 查看一下相应的法规啊 规定是什么样 那么这是100人以上的公司 对于小公司 还有什么别的alternative 有可能移民局接收的文件呢 包括公司的profit loss statement 盈利亏损表 还有呢 公司的银行账户 提供说啊 我银行账户里有资金 这个也有可能 或者呢 公司老板的个人的记录 然后这个呢 也是理论上可以的 但是呢 你需要讲明理由 为什么公司不能提供 前面提到的税表啊 等等这样的文件 然后为什么我要提供这种替代文件 你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呢 移民局不是一定要接受这种替代文件 那么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理由呢 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初创公司 成立还不到一年 所以当然呢 就没有年度报告 没有这个年度的税表 还没有提交 但是我们有投资人 已经有一些商业的行为 有公司资产 我们是有可能不接受的 经常有一些人联系我 问到我们说 我有一个新公司 现在有两三个人 刚成立不久 盈利不多 我能不能申请工作签证啊 能不能为雇员申请绿卡 或者是别的签证啊 H1B啊 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 第一呢 你要提供 足够财力的证明 第二呢 就文件要符合要求 那么公司财务文件 不是说我有这个纸啊 有这个文件 交上去就行 移民局会看什么内容呢 实际上这一点还是比较宽松的 有以下三点之一就可以 一 公司的净利润 只要比你想付给这个雇员受益人的工资高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十万美元的利润 雇一个人付给他五万美元的工资 可以 那有的人说我这个公司刚成立 现在没有利润 怎么办呢 公司的净资产超过受益人的工资也可以 公司比如说有十万美元的资产 存在银行里也可以 这个最好是流动性的资产 比如说我们公司有一幅名画 值好几十万美元 这个呢 首先你不容易提供证据 另外呢 往往已经去要求 这个资产是能够比较容易变现的 所以呢 银行的存款或者类似的资产比较好 除了这两条以外 还有第三条 如果公司实际上已经雇了这个受益人 在为公司工作 实际上他就在拿这个工资 比如说威令位置要五万美元 那我们公司已经雇了这个人 现在已经在付给他这个工资 这样呢 也可以作为一个实际的证据 那怎么证明呢 比如说有W2表 Pay Stop 1099表 或者呢 有别的Wage Statement 像这样的 都有可能证明说 公司已经雇了这个人 在付这个工资 以上三点 任何一点 理论上就都符合了要求 这个呢 是公司的情况 还有呢 有的时候说个人 哎呀 我请了一个保姆 我要给他先请绿卡 这种情况当然比较少 但是呢 有的呢 就是一个人的公司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个人如果提供了银行资产啊 流动的证明啊 账户的信息啊 以及个人生活花费的数字 比起来说有足够的资产 支持这个人的职业移民申请 可以的 那么对于有一些 合伙人形式的 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 有的呢 他每年这个钱到年底呢 大家都分光了 没有公司的固定资产 合伙人的个人资产也可以用来作为证据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比如说公司和客户和顾客签订的商业合同 或者呢 银行转账记录 说我们有几个投资人 你看他们这个钱 个人账户转到公司账户了 或者从中国汇到美国汇到公司账户了 这些呢 也都是原则上可以接受的证据 那么所以大家我们看到嘛 这里还有更多的灵活性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这个公司 哎呀 暂时现在亏损 也没有那么多资产 然后有别的证据 比如说 这个公司历史长 名声好 以前有付给其他的雇员 包括合同工 他们这个工资的记录 虽然一时不盈利 但是比如说呢 公司的管理者可以说 我暂时只拿很少的工资 像每年一美元 那么省下钱来 这个钱呢 可以用来付给公司的雇员 那就够了 这样行不行呢 原则上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所以总体来说嘛 我们看到 这里还是有很多灵活性的 但是呢 大家知道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是高技术的 资金雄厚的公司 美国的职业移民 也包括其他的 本科毕业 技术移民 一般的技术技工 或者甚至没有技术的 比如说理论打扫后厨的 盘管 做清洁工作的 这些理论上说 也都可以办职业移民 当然了具体来说 对中国申请的也有各种限制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嘛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嘛 也有的时候 是在一些很小规模的公司工作的 那个公司呢 只要认真准备 提供上述的维建 理论上说呢 也有可能符合要求 还有几种特殊的情况 讲一下 第一呢 有的时候呢 对于IT类的公司 雇的人吧 来自国外的比较多 另外呢 流动性也比较大 这个公司呢 可能过去五年 十年里给好多人提交过工作签证的申请 提交过移民的申请 那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看到啊 它会有更多的一个警惕性 那么公司呢 有的时候会被要求提供过去的这个申请 是什么时候提交的 受益人是谁 申请后来最后结果怎么样了 然后受益人在做什么职位的工作 工资有多少 后来又去了哪里 是什么时候拿掉绿卡了 还是离开我们公司了 等等 要的数据比较多 回复的时候呢 需要小心 怎么来应对呢 第一呢 公司应该有一个期权的记录 为谁提交过申请 什么时间 后来最后怎么样了 有这么一个表格 以及对应的原始文件 就比较方便 第二呢 移民局也允许公司呢 提交一些别的替代性的材料 证明受益人现在在公司工作 已经拿到了公司语诺的这个工资 有可能能够overcome要求 那么另外的情况呢 有的如果是大学或者研究机构 一般来说呢 不需要整个财力支付资 因为有的是不言自明的 但如果要求呢 其实也不难 那么对于非盈利机构呢 要看具体的情况 移民局呢 并不见得是正确的 经常会犯一些错误 比如说你不一定需要这个材料 移民局需要你提交 那怎么办呢 回复的时候嘛 可以两手准备都讲到 第一解释根据法规 这个材料其实是不需要的 第二那虽然如此 既然问到了 我收集这个材料 并不难举手之劳 这里还是提交了这个材料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保证这个申请批准 因为毕竟我们的目的 不是说要把移民局驳倒 是吧 让它羞愧致死 那我们的目的是说 要申请顺利批准 那么为什么这个移民局有这些要求 因为呢 我们前面视频里提到过 移民局总体来说比较重商 这个小公司提交的申请也可以批准 但是呢 有钻空子的情况 有的人说 哎呀 我这个有一个小公司 我想给我的亲戚朋友 我想帮助的人提供这个绿卡申请 虽然它其实没在我这里工作 将来也不会在我这里工作 或者我的公司呢 只是一个空壳 没有足够的营业收入 但是呢 我也想给他们提供工作签证 以及绿卡方面的帮助 提交的这个申请 移民局当然就要审核 说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 足够的财力 足够的收入资产 支持这种申请 这个呢 也是移民局要检查这方面资料的道理 排量呢 有的是外文的啊 比如说资金啊 等等别的证据来自美国以外 有的是中文的 当然需要翻译成英文 那我们这里呢 讲到绿卡和签证申请的财力证明 公司品工作签证和绿卡职业移民的申请 需要公司提供哪些材料 具体怎样办 祇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